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梅日常 今天來到尖山咀這間Hapitude 其實這間應該很多人都來過 都是很多年的法國餐廳 咖啡也挺好喝的 但今天我主要來吃東西 因為我發覺Ithigo又能預約半價 我最開心就是在Ithigo預約半價 今天我這個時間是大約五點半黃昏 又清靜沒有什麼人 我看見餐料已經很開心 因為很久沒來過這裡吃東西 我看到餐料都好像以前一樣 有一些all day breakfast 有一些薄餅 墨西哥薄餅 有很多小食 因為它的價錢都不是貴 百多元這些小食 如果有半價你說多麼開心 另外它除了這些小食 它當然有不少的意粉薄餅 那些種類 我們看一看 這些就是它的意粉和薄餅 印象中它的意粉 以前有一隻手造搓了一條條的薄餅 但現在這個菜單就不見了 可能它們已經不出了 所以我也是做一些普通的乾 買回來的意粉 那我看到很開心的豬安 我叫了一個豬安 另外叫了一個小食 我還在看有什麼好吃的 我會留一點肚子 我用來吃這個草莓pancake 都是88元 如果半價多麼開心 很期待 我發現它有一個tea set 這個也很划算 68元起 可以選一些甜品 或者有些挺好吃的小食 真的不貴 對呀 但是我預約到Itico 當然是吃那個半價阿拉卡 很快地拍到一點點這裡的環境 很舒服呀 這個時間還少人 所以有這個點餐真的很開心 第一個到的就是我久違沒有吃的味道 這個是菠菜雞肉墨西哥薄餅 我很喜歡這一款的形式 因為它的薄餅超薄 然後裡面的餡就特別多了 這個有菠菜 我先裝一下 還有我也很懷念它這個sauce 我弄很喜歡手指 這個sauce 它有些番茄 還有牛油果 好 準備了 試一下它這個薄餅 好脆呀 裡面厚厚的雞肉菠菜 還有很熱 熱辣辣 好了 要試一下 好熱 好熱 熱到飛起 加些這些 真的很墨西哥式的 有一點番茄加生的洋蔥 還有一點辣的味 好香 嗯 佐德拉芝士的 很開心 哇 好熱 很好吃 這個很划算 很划算 但它好像是85元 我看一次 有半價 不是呀 是128元 很划算 128元半價 大概六十多元 加上七十多元 有這麼好吃的這個墨西哥餅 真的超棒 加上一些sauce cream 真的很好吃 其實這個價錢 白頭吃一份 這麼舒服的餐廳 真的很好享受 而且有半價 更加令人開心 這個加了一點sauce cream 有一點開胃的感覺 而且裡面的雞 其實真的不是很嫩的雞 不過配上菠菜 很juicy 變成質感很好 很豐富的口感 有芝士 真的好吃 嗯 好滿足 接著就是這個廚師推介 叫做玫瑰柚子雞翼 來到聞到什麼味 其實我真的聞到一些很濃的玫瑰味 之餘 聞到更加濃 不是柚子味 是印度味 很香 印度咖喱味 但是呢 說真的 它的樣子 比我預期的不同 我希望它是焦一點 但是我看到它的雞翼 不是很焦 我喜歡吃一些 煎到或者炸到很香口的雞翼 讓我切一隻出來試一下 但我看到它面上有很浪漫的玫瑰花 試味 是真的不夠焦 我覺得煎焦一點會好一點 聞一下 嗯 但是吃起來沒有咖喱味 聞起來真的有很厲害的 印度咖喱味 很搞笑 可能不知道是黃薑 也沒有咖喱味 但是很甜 吃起來真的有柚子味 但吃起來的玫瑰味沒有什麼 所以我試試它的花飯 花飯也沒有玫瑰味 這個我之前記得沒有吃過的 可以試一下 一個不錯的小吃甜甜的雞翼 接著又是我變食肉獸的時候 很開心 它這麼厚的一個豬胺 很漂亮 因為它除了這麼厚的豬胺 它很有心思 面上有很多不同的Nuts 有這些應該是西芹葉 另外我看到下面有很多的青蘋果 所以不會覺得很膩 另外有一些鑑活汁 急不及待 看看它這個豬胺 哇 很軟 很柔軟 很柔軟 我最喜歡這些的豬胺 因為它還是粉紅色的 即是它熟得來 是不會過熟 不會變成白色的那種 試一下 很柔軟 很有肉味 口感很好 而且這麼大塊豬胺 就算男生這個份量 也肯定夠吃 真的很開心 幸好還有一些酸酸的青蘋果 不是青蘋果 不是青蘋果 是青蘋果 但怎樣減低 你吃得很肉的時候的內疚感 剛才我說這個豬胺 它做得剛剛好 有一點粉紅色 我突然想起 我去德國吃過一塊 這麼厚的豬胺 是在超級市場 很大型的 它有點熟食 這麼大塊熟了的豬胺 它裡面還有一點生的 但原來它們是接受 裡面是生生的豬胺 但那個質感 我到現在都沒有能夠忘記 我想都很難可以吃一塊 這麼漂亮 這麼厚 生生的豬胺 真是很好吃 這個也不錯 勁品紅色 甜品到了 有一點小小的Pancake 它的尺寸小小的 但是面上的梅 很豐富 因為除了梅 我看到有奇亞子 還有一些石榴粒 還有剛才的菜苗仔 很漂亮 是時候享受這個甜品了 哇 很豐盛 很開心 我再一次強調 我不是很喜歡吃甜品 但是代表不吃 這麼美的甜品 當然是吃 很開心 這麼多樣東西 很豐富 其實坐著一邊吃 我一邊想 哇 這間餐廳 已經是一間九圍的餐廳 而且 好像完全忘記了有這間 他們以前有很多間分店 現在我看 查看 好像只有四間左右 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珍惜 這麼舒服 又好吃 又歷史都算是很久的餐廳 很難得 現在 所以大家多點出來吃東西 在香港消消費 就是讓這裡的餐廳可以維持 特別有一些舊式的那些 很多已經沒有了 不經不覺突然之間 就發覺消失了 所以大家都要出來 支持一下經濟 好了 我不客氣 不要那麼多口水 快點吃東西 漂亮的Pancakes 好吃 一點都不會有罪咎感 因為它完全不會說很甜 真的一點甜 沒有過分 適合我 不是不喜歡吃甜的 人 只是吃到很新鮮的生果 很新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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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醬汁呢 我想都是一些酸奶奶 很淡的味 所以很好 好 我繼續要享受這個 很好吃的Pancake 好多謝大家收看這一集 如果喜歡這條片 給我一個Like 支持一下我 讓我可以有心機 再找多些洞洞辣辣 介紹一些美食給大家 還有推薦一些特價的食物 還有Subscribe我的頻道 Share給你的朋友看 好多謝收看 下次見 拜拜